记者瞻视红云林报道,大批风刚村民反对于养猪场当邻居,今天第三度到议会陈情,强调养猪场距离社区的老人日间照顾中心仅511公尺,希望县府撤销养猪场农业用地作业农业序目设施容许同意书。 议长沈宗龙与县长李静勇先后接下陈情书,农业术表示,养猪场依法申请,取得设置许可,但设置还需通过层层关卡,县府会严加把关。 大批香风刚村民一行近百人,分成两辆游览车,今天早上第三度到云林县议会陈情,拉起抗议布条,诉求反对设置养猪场,拆除违剑,清除废土,反对非法许可,反对畜牧场设在环保公园内,希望县府撤销农业用地作农业畜牧设施容许同意书。 县议员陈树吉,王秋足,乡民代表张启雪等人都表示支持,抗议民众指出,若瑟医院成立的玫瑰日间照顾中心预计今年8月开始运作,将成为老人修监活动的重要据点,但养猪场距离中心仅511公尺,未来会续养800至1000头竹,恶臭将取代新鲜空气, 他们希望云林县府重新评估后,撤销原合法的农业用地作农业序目设施容许同意书,将清洁前景的环境及空气还给村民。 县议会在议长沈宗隆代表下,接下民众的陈情书,随后县长李金勇也接下陈情书。 县府农业处陈病方表示,业主依法提出养猪场申请,合法取得设置许可,但养猪场实质设置还需通过层层关卡,县府会严加把关,也请需牧场加强与居民沟通。